然后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微调机构的作用 以及如何调整 当我们这个微调机构调整不起作用的时候 我们只能通过这一个齿轮调节 可以看到 这个是主动轮 其他部分 其他轮子全部都是虫动轮 然后这个之前给大家有讲解过 说它的一个口罩的一个切刀部分 以及这个滚花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鼻梁条的一个方向 如视频中这个口罩展示的 它现在这个口罩切的滚花滚的慢了 我们需要将滚花滚快一点 让它保持跟它的一个切刀是吻合的 它的一个运行方向是往这边运行 往这边运行的 然后我们需要将它的滚花滚快一点 将这个轮子卸掉 然后将这个齿轮往这个方向旋转两个齿 或者根据这个口罩的一个方向 以及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个三轴的一个方向 然后来调整 然后调整完之后 将这个齿轮在安装上 用6号的一个内六角扳手 拧紧即可 然后正常开机 看一看它的一个 可造出来的一个成品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